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中国大陆正在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 要来和美国的供应链脱钩 但台积院也示警 说预期中国大陆的人力缺口将突破32万人 这也表示台湾恐怕会面临到人才挖角的风险 如果到那边去应征面试 它不管给你多少的待遇 我们公司的各次集团 有负两倍的 有负三倍的 只要你拿日记通知单 就怕人才被挖角 郭董一开口就喊出三倍的价格 但如今入场积极发展半导体 台积院也大胆预测 明年中国大陆半导体人才缺口将突破32万人 恐怕会跨海来台抢人才 等到中国那么自建完 他们自由的一个半导体供应链当中 在短期之内 虽然说有这个去美国化的一个短期题材 可是后续可能中长期 还是会有被替代的一个危机 原来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 中国大陆半导体也正在去美化 虽然让台湾IC厂有短期优势 但看看陆场的全球市占率达12% 与台湾只差个位数 而在封装测试部分 陆场也以两成的市占率紧追在后 目前还是晶圆代工跟中国的一个部分 是维持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台积电目前在先进制成 还是至少领先中国至少有三个世代 五年的一个时间 更令台厂担心的是中国大陆狂打价格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内中小型的风测厂商 但专家也分析如果台厂能够建立自主供应链 也能抵挡路场的来势汹汹 把价格压得比较低一些 来吸引我国的一个IC设计业者 到对岸去投单 看来台湾也得想方设法 身跟IC设计才能打赢这场半导体大战 东森财经新闻 薛亚竹卢博聪 台北采访报道